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衛生防護中心今天公佈香港新增四宗確診個案 兩宗是本地個案,兩宗輸入性個案 沒有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 而另一方面,全球新冠肺炎個案一日增加40萬宗 是單日新增個案新紀錄 而歐洲過去一個星期平均每日增加14萬宗個案 而英國首都倫敦就在星期六起提升這個疫情境界級別 去到第二級的高風險 隨即出現大批民眾上界抗議,反對收緊防疫措施 而根據規定,高風險地區的戶外聚集人數不可多於六個人 而來自不同家庭的民眾不能夠在室內聚會 包括酒吧和餐廳 數以千計的示威者在牛津街道遊行 批評限制措施是不必要和違反人權感化 部分人亦都展示反對強制戴口罩的標語 今天三則消息我特意放在一起和大家一起看 全球範圍,自己香港和歐洲 我講起自己香港這部分 所謂的專家說 香港打第三波疫情處於慘性狀態 我真的很想他們評論一下 所謂的專家 歐洲現在這些叫什麼 地獄級送頭 地獄級送死 或者是地獄級的自私 對吧 他們那種所謂的防疫措施是不必要和違反人權 我是想起 因為疫情爆發初中期 可能我們叫中期 他們叫初期 他們那些政府完全沒有戒心 有傳染 然後那些醫院 完全不夠床睡 沒有器材 沒有設備 沒有物資 其實當時為何不敢強制戴口罩 因為根本沒有口罩 甚至乎最慘的是什麼 是見到一些醫生說我要決定 這部機器給這個人用 還是給這個人用 其實他自己是知道 給這個人用 另一個人就死了 給另一個人用 這個人就死了 對他來說是很折磨 也都見到一些 可能身體機能沒有那麼好的 或者年紀大一些 或者他自己身體機能沒有那麼好 總結就是 沒有創痕 他已經很明顯有病了 已經是 叫他回家 他走出醫院門口 不要聽說 他被人趕出醫院門口 坐在那裡 呼呼呼呼 他怎麼回家 我怕他馬路都走不到過去 他都死了 那種情況 我們不是歐洲人 看到都心痛 就是現在走出來跟你說 這些防禦措施是不必要和違反人權 我覺得你說出這句說話 我覺得你違反人性 你們的自私凌駕於社會 這個行為 是違反人性 人人都自私 但是不要自私成這樣 下一則消息 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票通過 關於修改國旗法 國規法的決定 特區政府表示 會履行憲制責任 適當修訂 本地國旗及國規條例 以實施適用於本港的規定 內地的國旗法及國規法 在本港回歸的時候 就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並以本地立法的方式 制定國旗及國規條例 在香港實施 而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次修改國旗法國規法 那些修改內容 例如 不准怎樣倒插國旗 例如 在公開場合 蓄意做一些 污衊國旗 國規的行為 完全就是針對 香港那些黃絲黑暴 以及 某些 立法會那些攬炒派議員 我看到那個什麼 盜冊國旗 我就想起 我怕我說錯名 可能不是他 鄭麥泰 可能不是他 我怕我說錯名 他在立法會那裏 不知道上年某個時間 在那裏 將整個立法會的國旗 倒插 我覺得 全國人大常委會 幾明顯是針對香港的黑暴 好了 下一則的消息 算是少少花生 昨天我看了 李子敬的一條影片 我相信很多人認識 不介紹了 當中 他就說到 黃之鋒 就著這個 PSN的使用者的條款 裡面加入了國安法 相關的條文等等 在那裏 亂抽水 當中最關鍵的 就是 其實就說 令到不少人擔心 即是那些黃絲 擔心 如果未來有任何人 投訴 香港的 PSN使用者 違反國安法 所以你會怎樣處理 我自己覺得 核心是這裏 不會和大家看仔細 子敬的說法就是 真是傻的 我不要說這些 黃之鋒 真的在說媽媽是女人的事 我講講自己的看法 不要說 他是不是 PlayStation的使用者 違反國安法 我去舉報任何一個人 他違反國安法 都是這樣處理的 Sony現在做中國的生意 是不是守中國的法律 我舉一個例子 Sony做美國的生意 要不要守美國法律 如果現在有一個美國人 舉報另一個美國人 利用PSN的系統 在那裏組織 策劃恐怖主義 我舉報他 Sony應該怎樣處理 Sony就會把資料交給 美國的那些執法部隊 是不是 香港這一邊 不用說是不是加相關的條文 我告訴你 國安法裡面 簡直是有一條寫著 香港的國安法 如果是有這個嫌疑的話 是可以向那些伺服器 拿那些懷疑人的資料 那你覺得Sony會怎樣處理 Sony你夠膽就說 那不給咯 你不給你就不要做香港生意 沒有問題的 你都不守這裏的法律 這就是這麼清晰的事情 好了 下一則的消息 都算是發生 今天看了另一條影片 但是這一條是台灣的頻道來的 叫做韓國日 它主要是評論一些 以台灣為主的一些事事 可能認識會少些 我都是大概說一下他的影片 是說什麼 主要是說 人民日報近來跟台灣說 物為言之不語 這一句說話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上 雖然是沒有官方解釋過的 但是歷史上都是 說得出這句說話 我大概意思就是 如果你再做這一類的行為 或者踩到的紅線 就是直接開戰的了 已經不是溝通的過程來的了 這個可以說是最後警告的意思 而且警告圖 開戰之間應該不存在什麼 然後韓國人那邊 就舉一系列 蔡英文政府怎樣軟化 怎樣說台獨是不可行的 蔡英文不是反中亂講的 我不一一舉例 韓國人那邊有舉例 然後就講起 他自己就在這裏評論 嘩 你不是反中亂講 然後他就舉一系列 蔡英文政府做過什麼 然後 你現在跟我說 我不是反中亂講的 不是台獨的 誰相信啊 然後他講完核心出來 就是什麼 沒錯 為什麼蔡英文政府會這樣變化呢 因為 他當時要反中亂講的原因 是為了選舉 為了選票 那他就去反中亂講 就是這麼膚淺的 反中亂講騙你這幫傻子 騙完之後 還需不需要反中亂講 哎呀不需要了 所以現在 是完全開始軟化了 談什麼條件啊 自己放棄條件 然後要人家跟你好好的 自己去搶別人 搓別人 打別人 然後跟人家說 你不能打我 你只能跟我好好的 放你的狗臭屁吧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 韓國人最後那幾句 形容他們的蔡英文政府 但你發不發覺這個設定 是百分之一百 exactly可以套落 香港這群黃絲手足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 完全是走出來挑釁 搞破壞 攻擊你 然後 就跟你說 你要好好地跟我說 然後 他就跟你說 要講人話 講人話 講人話 哇 發不發覺 是一模一樣 就是 我自己調整一下心情 這件事真是何等地搞笑 第二件事 我想講講 蔡英文政府 韓國人所說 其實根本就是欺騙了 台灣那些選民 你真的要搞反中亂港 真的要搞台獨 你就說去宣揚台獨 好啦 選舉過後 選票拿了 台獨 採你都傻 但是 我會這樣想 蔡英文政府在台灣 就要騙了那些選民 慘不慘呢 慘 但是比起 香港的那些所謂黃絲手足 因為台灣的煽動 最後變成暴徒 中國之戰 擔起燃燒彈 走去遍地開花 付出了什麼 一輩子的前途 暴動 你就問一下 英國修理還是德國修理 或者澳洲修理 或者美國修不修理 我很威風的 我非燃燒彈 這個就是事實 他一輩子就玩完了 好啦 這些黃絲手足傻仔 就付出了 要付出了 或者這樣說 蔡英文現在呢 到他付出了 來一個 物為言之不語也 他跟你說什麼 我軟化了 台獨 其實我不玩的 誰是避免 台灣的 可能那些選民是避免 但是 香港這些手足 付出的 簡直是一個爛 避免都不如 陰公 好啦 再下一則的消息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梁振先生的一段法文 就說到 泛民和羅冠聰之流 看國際戰線 目光如斗 那什麼是國際戰線呢 國際戰線的勝負 不是看有多少的西方國家 借香港的問題 作借口來針對中國 而是看西方國家近年來 自我暴露了什麼大問題 香港人近來 看到美國總統大選的鬧劇 美國選舉制度 搖搖欲墜 美國在提名大法官的問題上 政治干預司法 西方人的自我利益 凌駕社會利益 歐美國國的疫情失控 英國在脫歐問題上的背信棄義 還有西方國家 西方文明的敗仗重生 凡此種種 泛民瓦左 美國人的入室弟子 例如 郭榮鏗之流 更加是瓦左 西方國家太不爭氣了 除了看到梁鄭先生說出西方國家太不爭氣之外 我甚至乎想說 其實連台獨的一些人士都已經看到這些國際戰線開始有問題了 西方靠不住了 香港的這些黃絲手足 有看不看得出呢 好了 今天影片的最後 想和大家分享 思考香港的一段文章 的當中某一部分 講到 習近平的講話當中 提出 深圳 時關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 互相促進 或許不少人對此番表述感到好奇 畢竟 中國最高領導人 將深圳的發展 和一國兩制的事業相提並論 這個是第一次 始終釋放的政治信息 足堪緩美 解讀始終生意 不妨簡單回顧一下深圳的歷程 四十年前 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鄧小平 選址與香港一何之隔的深圳 作為招商引資的窗口 講白一點 就是讓深圳這個小漁村 私城香港 從學徒做起 多少年來 深圳對香港這個大師傅 只能夠仰望 因為彈遠之地的香港 在1990年 曾經佔到中國佔比GDP百分之二十 幾乎超過廣東 江蘇 浙江 山東等經濟大省的總和 那是香港最黃金的歲月 亦都是香港人信心最爆棚的時候 無用之以 深圳早期的發展獲益於香港的資本 管理經驗和製造業 但是多年前 還要靠住港商 備適承接三來一保訂單的深圳 一個華麗轉身 已經蛻變成中國直谷 騰訊 華為 生產電動車的比亞迪 無人機的大疆 華大基因 在深圳 如雨後春筍 這個世界 真的變化得太快 快到令到很多香港人 未能夠反應過來 又或者說 表達 心服口服之間 還要有一個心理適應期 去年 香港的GDP 首次被深圳超越 其實這就是一個 被關注和討論已久的話題 所以有媒體概探 該來的 終於來來 四十年來 深圳GDP 由1980年的2.7億元 增加到2019年的2.7萬億元 年貫增長超過20% 經濟總量位居亞洲城市第五位 實現了從一窮二白的邊垂小鎮 到國際化大都市的跨越 急起直追上世紀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深圳不單止延續 而且創造了更加令人經驗的東亞經濟奇跡 深圳對香港的趕超 意義遠非GDP數字的超越 更加是發展思維模式的超越 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氣質的超越 這一種思想破冰引領改革突破的澎湃動力 正正是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香港所沒有的 就憑這一點 在可預計的未來 深圳作為大灣區經濟總量一哥的地位 可以說是固約金湯 也因此在越港澳大灣區 這個國家發展戰略的大期盤 深圳成為了重要的引擎 要把握大灣區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 香港不能夠助困受盛 而應該在這個合作平台中 發揮它獨特的優勢 習近平的講話是將深圳發展和一國兩制事業相結合 不單止對深圳發展更上一層樓有期望 亦都對香港如何離定自己在大灣區的角色和定位 亦都賦予了因此的期待 深圳的社會主義先行試驗區 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 是競爭 是挑戰 亦都是機遇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香港的挑戰 不單止是經濟上的 亦都是政治上的 如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以發展財事硬道理 拒除意識形態的深魔 是香港人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來的 我們現在在靠近的電話 連接緊急事態 開燈 駕駛 atem 儘雅 是